修建法案针对跳槽的定义模糊 全民党政府主席孙伟轩和钟绍云都认为 独立议员加盟政党不该被视为跳槽 反之政党背叛结盟阵营才算跳槽 对于这两名退出新盟的议员 行动党日落动国会议员雷尔就认为他们自打嘴巴 频频打岔 嘲讽孙伟轩 那就保持独立身份 别做一只跳槽青蛙 国会下议院今天召开特别会议 提成反跳槽法修宪案 朝野政党议员都各书几件 其中全民党两名领袖 虽然都支持通过反跳槽法阻止拉倒政权 但却对其中的挥区抛出质问 身为如楼国会议员的党主席孙伟轩认为 独立候选人在上阵并胜选后 如果未来加入任何政党不该被视为跳槽 这除了是劫视自由 也因为他们当初胜选 凭借的是本身实力 当孙伟轩继续阐述反跳槽法 有责任保护选民委托时 行动党日落动国会议员雷尔 忍不住打岔讽刺本身 就是从西蒙跳槽的孙伟轩是在自打嘴巴 顾摸不达 不堪其烦的孙伟轩总算在议长 但是里阿兹哈姐为下继续发言 不过正当他强调独立议员也有本身的判断力 选择是否加入别的政党 雷尔再度插嘴 这回毫不客气的调侃对方 那就做好独立议员的本分 不要做一只跳槽青蛙 在孙伟轩和雷尔的唇枪舌剑告一段落后 轮到也是地步老国会议员的全民党副主席 钟少云发言 他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跳槽行为 不仅局限在议员的个人行为 更关乎整个政党 一旦某个政党决定脱离本身的政治联盟 转投别的政党或阵营怀抱 那也必须视为跳槽 他以拉倒西蒙政府的洗来灯事件为例 加强本身的论点 强调一个民选政府 不该受政党被蒙而垮台 此外 钟少云也对反跳槽法提出多项建议 包括避免党主席滥权开除唱反调的党内议员 以及出现玄制议会时 避免反跳槽法做检自负 反过来阻碍化解僵局的政治协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着动作 请记者 邀请观看